變成新鮮檸檬晚安 k.a.y.i.k. 777晚安 Sakura さん こんばわ 變成新鮮檸檬晚安 潛水兔晚安 誁Wasen 撿湊 哎呀 我已經知道你要出什麼了 故意跟你平手 卡脫 卡脫晚安 默麒麟晚安 氣熱的氣熱晚安 很棒 外星人 晚安 故意跟你平手 不想贏 贏不想输 冰之一样 晚安 今天不觉得了 YouTube的镜头特别近 因为我今天是用手拿的 这跟今天的主题有点小关系 博弈晚安 阿六さん コンバワ CSH晚安 紅A晚安 小E晚安 小CSH晚安 小CSHALL 晚安 啊啊 啊啊 握手会 会儿跟上 握手会 はい 欸 本当に 哇 楽しみ logistics 欸? 楽しみです 季風亮晚安 空空晚安 待って違う 欸? 何が違う? 草莓醬晚安 悩みながら降り止め 会えた あ 日本人は台湾に行けないの? あ そうか せっかくなのに 行けないの?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カチュー晚安 カチュー カチュー晚安 小猪耳朵晚安 謝謝カチュー的禮物 カチュー 今天就叫你カチュー了 空空晚安 きんんじゃ 晚安 對人神推晚安 伊塚卡 阿邀阿邀呢 現在還不能來台灣就對了 病焦召喚中嗎 沒有沒有 沒有病焦召喚中 目前正在烏梅劇場外排隊 期待你們週日表演喔 對今天是Daisy的 今天是Daisy的mini concert對不對 還沒有錄場吧現在 愛哲子的阿哲晚安 和順理連結晚安 利晚...利王 利王晚安 阿基拉 阿基拉晚安 阿基拉晚安 為什麼這樣有箱病焦才沒有 今天沒有病焦吧 V-A-G-R-E 晚安 目前 應該都進了要隔離四天 也是 哇... 很可惜喔 千水兔 晚安 YC晚安 謝謝富瑋的禮物 滿頭大汗的先回家 洗個澡再過去滑山 阿基拉晚安 主播這麼好喔 這麼好 所以現在 大家在等 mini concert開始 一路晚安 Sakura-san 不是不是不是 Sakura Sakura搶的是 禮拜天 大家要記得 記得來看喔 有座位的大家 修煉愛情 晚安 好 差不多要講一下 今天我想做什麼 我在等看醫生 小千怎麼了 怎麼要去看醫生 沒有我在等開會嘛 我今天 用了 手持 就是 我今天特別沒有用腳架 讓 手機鏡頭跟自己近一點 就是想要 有一種 想要有一種 跟大家在視訊的感覺嗎 我今天原本 我今天原本定的主題是 有點像在跟 KANOJO 視訊的一個感覺 可是後來想了想 我覺得 自己好像做不太來 哈哈 就是 就是 嘛 就是 嗯 哈哈 做不太來 所以 還是要有視訊的感覺 就是 嗯 沒有特別強調 跟KANOJO 的感覺吧 真 廢一下我啦 真 就是 會習慣啊 所以這樣子 今天這樣子有比較 大家有覺得比較像在視訊的感覺嗎 因為今天想要跟大家 除了聊一下 握手會的事情之外 就是很想要 很放鬆的跟大家 聊天嘛 就是 嗯 比如說我會問你們一些問題啊 然後你們也可以講一下自己最近都在做什麼 這樣子 然後 我今天就盡量 我今天盡量不會用 大家 這個詞嘛 就是我會 我要回女的每個人 我就都用你 就是都用你 來稱呼 就比較像是我在跟你們 一對一的講話 然後 然後 不會像是我在 一個直播間 然後跟所有直播間的粉絲講話的感覺 所以今天 今天就是 嗯 大家就隨意的 講自己想講的東西 講一些自己生活的所事都可以 然後 我就會很像在視訊聊天一樣 揮你們 這樣 有入入 無安安 暖風無安 南宮天貧 晚安 這樣我都沒辦法講幹話呀 咦?這樣大家都受不了了嗎 不行啦 這就是成員們平常看遠路的角度嘛 不行 現在不讓你們習慣的話 握手會怎麼辦 我有所會我會比現在可愛百倍 所以大家要習慣 我自己講嗎 也覺得不太習慣 不行 我有所會我會比今天可愛百倍 大家要習慣好嗎 小千會害羞 我所會的目的就是要讓所有人都害羞 因為平常都是你們在 平常都是你們 你們讓我害羞 所以我所會的時候不行 我要反攻回來 大家全部都要害羞 一個都不准逃 不可以 線上握手會的概念嗎 哈哈 沒有就是 就是臉的距離而已 也沒有到臉的距離 就是 嗯 習慣一下 一直盯著羞路好嗎 很近的 所以今天我就會像是很平常的在跟視訊的 就是視訊的感覺 請大家隨意的說一些話吧 我會回你們 好 我知道 大家可能要 我要先說明一下大家 才有辦法進入到那個狀況 不然會不習慣嗎 雨露超久沒跟直播了 想念你 快逃喔 我高中都會親搬上男生的嘴巴 這種不怕的我反而怕 快逃喔 這種不怕的我反而怕 東肯晚安 葉智隆晚安 丹心晚安 老沙晚安 謝謝敬意追蹤的我 SKY晚安 好 最近因為手切菜的時候 切到手指 女朋友練好 都在睡著 你就把它包起來 就是把傷口包起來 繼續練嗎 你是想睡覺吧 怎麼可以說是因為手切到 你是不是想睡覺 這不是不練團的原因好嗎 今天要獻上握手櫃嗎 不算是 今天算是 模擬 模擬視訊 見不到大家的臉的視訊 快眼戰士晚安 STIVEN晚安 你買外面好熱啊 我也覺得欸 你買外面真的很熱 這一個黃魚丸 我是手縫線完全不能貪 被發現我在打瞌睡 不要打瞌睡 快起床 跟我聊天怎麼可以打瞌睡 真的是 我都這麼難得 開視訊要跟你講話了 你好好跟我講話啦 不可以打瞌睡 不然我會生氣喔 生氣 上大學或每天都很累 不可以了 破破龍晚安 塔華哥晚安 今天這件衣服好可愛 我喜歡那個領子 你喜歡這個領子啊 我也覺得這件衣服很可愛 你喜歡的話我可以 常常穿嗎 邊睡邊看 那邊躲著嘛 如果沒辦法的話 就 多喝水吧 我所謂的髮型決定好了嗎 應該會是編髮 但是 或者是再加一些髮飾 這樣子 編髮加髮飾 不過 要怎麼編髮 會按照當天的衣服 有一些變化 沒有辦法 那麼 那麼久才可以見到一次大家 所以 會一直苦惱 到底要怎麼穿比較好嗎 欸我想了很久耶 都是你們害的啊 真是的 就是因為要跟你們見面 然後我每天每天都在想說 嗯 就是經過什麼衣服店啊 然後都會去看一下 想說 喔為什麼會好像可以穿得見 這樣子這樣子 然後一直想 然後買了 買了又怕 又看到更可愛怎麼辦 那種感覺嗎 變雷鬼頭嗎 雷鬼頭你吃嗎 這口味你吃嗎 雷鬼頭耶 真的 真的假的 欸小一突然消失了 她突然不講話 是因為直播間卡了嗎 我之前真的試過邊睡邊掛聽 不過雨露的直播時間很難發生這種情況 對嘛 誰會在下午5點想睡覺啊 如果 是 邊 邊睡邊掛聽的話 感覺就是深夜台嗎 是那種什麼 9點 10點 11點的嗎 不然就是我之前那種很早的台 那種 打瞌睡還說得過去 但是下午5點 想睡覺 這真的不行 我的台開在什麼時候都不要想睡覺啊 想睡覺的時候跟我說一聲 我就大聲的叫你一起床 因為我不常來看直播 所以怕你不認得我 不會啊 可是暖風每次來的時候都很 都很 活躍一直在跟我講話嘛 所以其實我對暖風的印象還蠻深的 只是 真的想要讓 啊 今天手持所以有點慌 休息晚安 中訓晚安 今天太熱了 還真的有點昏沉沉 好吧 那我讓你醒醒 不要睡著 醒醒 不要被 不要被氣溫打敗了 雖然我在冷氣房 但是你加油 加油喔 不要睡 怕怕怕怕 還好我很健壇 你是在嘲諷吧 小嘲諷 怕怕怕 醒來 你一點直播可能會 會睡掛聽嗎 聽到你在冷氣房就行了 好吧 那我還是有把你照起來吧 呵呵 最近有看什麼電影嗎 這陣子上好多經典片 我看了末代皇帝 說到電影 我已經好久沒去看電影了 好想去看電影 最近都沒有什麼時間去看電影嗎 然後 大家都很忙 就是 也約不到人去看電影 自己一個人去看電影 又覺得 好像 太奇怪了 可是又找不到成員 就想說 算了 暑假再去看吧 真的好像女朋友這樣子 對吧 今天原本就是想要 就是想要有跟女朋友在視訊的感覺嗎 不過我覺得 娛樂的個性實在營造不出女朋友的感覺 算了 就這樣吧 那我應該被你遺忘了 因為我不常講話 沒有 你用別種方式在刷 你的 存在感好嗎 反正要讓我記住大家的 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一定是 常常來活動嘛 尤其是握手會 因為握手會 會看得特別清楚 我有空喔 有空還不帶我出去玩 真是 請帶著我的 吊飾嗎 帶著我的吊飾去看電影 我就會間接覺得我看到了 雖然我都沒有時間去看 欸欸你有看小丑嗎 有 有 不過小丑 小丑跟小丑女我都有看過 這兩個都上映蠻久一段時間了吧 可是這次要戴口罩 有一個方法 我想到有方法 就是 就是大家 大家把自己 那個 下半臉嘛 列印出來 然後貼在口罩上面 就是 看恐怖片的話 需要幫你的吊飾遮眼睛嗎 要 要 我最喜歡他的 Pull down a happy face 這個台詞 你呢 我沒有特別 喜歡小丑裡面的 魔劇台詞 不過 我很喜歡他的那個 怎麼講 我不知道欸 我在看這部的時候 我覺得很沈重 就是 我喜歡他那種 用喜劇的方式 讓 悲劇 看起來更悲劇的一個 手法 很小丑 就是 該怎麼講呢 嗯 就是讓整 他整部片的劇情 跟我想像中的不一樣嗎 因為他不是走那種 可能之前看慣那種 威曼英雄大片 然後 我就會覺得 小丑做的 別有一番風味 你知道嗎 就會覺得他不是 只是砸錢 在做特效 或是 做得很氣派的那種感覺 就是覺得他很 他刻畫的很多東西 都太 都超級細膩 然後 其實我最喜歡的一段 還蠻過分的 我最喜歡的一段是那個 是那個 他把 他把一個 一個 出賣他的朋友嗎 還是陷害他的朋友 然後 砰砰的那一段 我覺得那一段 有點好笑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真的超喜歡那段 我 那一段印象很深 然後 電影院 離開之後我記得 還是 印象最深的還是那一幕 對對對 在房裡面 那一段太好笑 就是你會覺得 嗯小丑真的是一個 很有 怎麼講 他不是自己本身瘋狂 他只是跟著世界一起瘋狂的感覺嗎 這是因為他在的世界很瘋狂 所以他不得不瘋狂 的那種感覺 嗯 你就會覺得他 你會看到他 理性的那一面嗎 雖然在幹著很瘋狂的事情 但是 他是有 表現出他的理智的 對 對 你就會覺得他只是被環境逼瘋 不是 因為他本身就是個瘋狂的人 那種感覺 可是他又要一直保持笑臉和諷刺 他一直還抓不到能把他抓回去 對 對 Fly so serious 啊對齁做工的人也是最近 好像被推爆的一部台劇 這部我也想找時間來看看 不過我最近其實還有想看的 東西耶 就是我想看實境秀 我一直很喜歡就是 美國有兩個實境秀嘛 一個是 欸現在好像網路不穩 嗯 兩個實境秀 一個是儲神當道吧 就是 Golden Renzi 主持的那個 然後一個是什麼 超級名模生死鬥 這兩個我都超喜歡 尤其是那個什麼 超級名模生死鬥 我真的超喜歡 很好看 我想把那兩個實境秀補完嘛 不過 那個 尤其是儲神當道 儲神當道 有好像實際吧 很多 然後看不完 就是要 真的要暑假 如果很閒的話 才能 才能有辦法把它補完 不然沒辦法 然後超級名模生死鬥 很好看 看完後 無法單純批判她的行為 覺得她的境遇很可憐嗎 嗯 是很可憐 不過我也覺得 嗯 可憐也不是做 做不好的事情的一個理由啦 嗯 的確不能說她完全的不好 但是也不能說她是個完全的 但是也不能說她是個完全的 好人吧 那種感覺 因為我覺得 在她的世界裡面 你是不是 就是 好人是一個不怎麼 不怎麼重要的 事情 當個好人 是不怎麼重要的事情 因為 基本上她一開始就是 一直在當一個 友善的人 然後當一個好人 不過 大家都不怎麼 領情啊 就是她已經 用她最大的努力 在釋出她的善意了 不過大家還是對她很壞 那為什麼要當好人 她就 乾脆當壞人 她也比較開心嗎 那種感覺吧 我覺得這個世界沒有一定的好人跟壞人 我也這麼覺得 有時候就算你想當好人 你也當不成 嗯 同樣的 我不知道欸 會有人想當壞人嗎 哈哈 就算有人想當壞人好了 嘛 那也是她的事情 要看是哪一種壞人啊 我對壞的 不知道 不知道 或許妳在別人眼中是壞人 但是 在另外一群人眼中又不是啦 那種感覺吧 欸 怎麼突然開始討論小丑 我覺得小丑女人蠻有趣的啊 大家有看嗎 欸 哈龍です 浪克 十九一五六四二三 哈龍上 哦 不過真實版的小丑更瘋狂 我真的矮子一定嚇掉 哈哈 抱佛大叔晚安 他在長梯跳舞那邊超驚悚嗎 列印 我還是畫個問號好了 話說 約了約午餐吃了什麼啊 我今天的午餐吃了 我今天吃了 鮪魚蛋 三明治嗎 就是7Mine的那個 鮪魚蛋 然後 還有什麼 還有 還有鳳梨 我今天原本一直想要找可麗餅 就是 突然不知道為什麼很想吃可麗餅 可能是因為我早上看了那個吧 我早上看了 又跟 又跟元素那邊有一間咖啡廳合作 然後他的餐點就是有可麗餅 然後我早上就滑到只有Twitter 我就今天就很想吃可麗餅 我就是早上看到什麼 通常就是那一整天就會想吃什麼的人 真的我對食物就是看到什麼想吃什麼 結果其實我 嗯 我不知道耶 應該好像找不太到可麗餅 所以我就想說算了 不然我一直很想吃那個 裡面有麵花糖的可麗餅 現在有賣可麗餅的應該都是那種比較 比較精緻的 就是 比較貴的 單價比較高 的那種可麗餅 應該很少那種可能只有加 加果醬或是什麼很簡單的可麗餅 因為那個生意不會太好吧 然後久了就會自己關掉 有點可惜 好 謝謝Akira的禮物 有 只是小丑女的隊員幾乎沒有超級英雄 你知道小丑女的隊員我最喜歡哪一個嗎 就是 他有一個 唱歌的 好像叫金絲雀吧 叫金絲雀的那個隊員 你知道我最喜歡他的原因是什麼嗎 就是 我覺得他真的太猛了 他輸出全靠猴 他就是那種 輸出全靠猴的隊友 哈哈哈哈 真的 欸 我覺得 可以輸出全靠猴的隊友真的厲害 但不行 所以小丑女裡面 我原本對他的隊員都沒什麼感覺 而且小丑女的隊員是到 是到最後一刻嗎 他們才真的 真的集合起來 你知道就是金絲雀 金絲雀在 我不知道 他用他的 超人級的聲帶嗎 然後大叫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 那時候我是跟妹妹 妹妹一起去看的 然後我就看到金絲雀 吼 然後敵人全部都 就是被他鎮跑的那一刻 然後我就很激動的 一直跟我妹說 欸他輸出全靠猴 哈哈哈哈 超有趣 有查閱過 小丑真實的歷史 他的境遇 跟電影差不多 但是更慘 嗯 我覺得小丑這個電影 他最後的結局 其實算是好結局嗎 對小丑來說 對小丑來說 因為他有可能更慘 至少 至少小丑 他最後 有做到他想做的事情 雖然不是以很 正常的方式去做 就是至少他有上那個節目 跟他的主持人講到話 他喜歡的主持人 然後又有表演到 我忘記他有沒有 放掉那個主持人 忘記了 好像有吧 這也算是做到他想做的事情 我也覺得算是好解決 這兩三個月 把你們沒發的直播 當補發 現在終於90% 還有 失敗54個還未發 辛苦了 這麼多 為了讓沒有跟到直播的人 可以補檔 真的太感謝了 毛樑晚安 現在很少地方有賣可麗餅 有一陣子 癱飯都有 對啊 都找不到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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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有啊 我目前只看了 我只看了第一集嗎 還是他其實也只出到第一集而已 我有看到小琴 第一集小琴的鏡頭還蠻多的 然後 基本上聽TP的大家 都有看到 都有一點點鏡頭 然後也有美玲 也有看到美玲 太多了一輩子都補不完 謝謝Sakura的禮物 今晚第二集吧 喔這個禮拜是第二集 不知道這一集會看到誰 而且我覺得滴滴的 滴滴五二就是把大家都特寫得很美嘛 尤其是美玲跟小琴的特寫都很漂亮 而且我覺得還蠻有質感的 就是我很喜歡他們特寫人物的那個方式 我有特地把它解圖起來 因為他們兩個太可愛了 美玲跟小琴 尤其是美玲 他真的上鏡頭很漂亮 其實美玲那個表情很吸引人 雖然有點可惜他最後沒有被選到 但是美玲的特寫我真的可以看好多遍 可以配好幾碗飯啊 美玲的笑容 配好幾碗飯 汪汪好多表情包 對 汪汪 汪汪真的超有趣 汪汪在 感覺他在場外喊得超大聲 你知道嗎 有動搖到阿潘的地位嗎 沒有啦 當初未發跌了一千三百多個 現在處理到 處理了九百到一千個左右 小琴真的好元氣好活潑喔 對啊 他就是 他從爭選的時候 因為 滴滴五二這個節目 其實有 來我們這邊爭選過 就是他有看過每個團員 那小琴 小琴從爭選那時候 就一直都很大方嘛 他就是一直很大方的 展現他的 展現他的特色這樣子 我摸說 這大隔壁的人都是他好醜 因為他高分貝啊 我摸 心挺完 心挺禮拜天會來嗎 阿翻還是配比較多 我摸上禮拜跟竹竹 甚至會不顧形象 我摸從來沒有顧過形象 真的是閃亮閃亮 我摸說他根本不知道被拍到 因為他做很後面 我摸應該顯眼到 就是 就算沒有故意要拍他 也會 鏡頭還是會過去 阿翻還是配交的晚飯嗎 沒有還要上班喔 禮拜天還要上班 心挺加油 你如果感覺去就是很安靜 看不到表情棒嗎 的確 我去的話看不到表情棒 跟小蕙的影片很棒 你是說跟小蕙的那個 不知道在幹什麼的 做那個影片嗎 但在想既然你們都徵選出道 再去徵選我滿頭問號嗎 因為他們 就是這個節目跟我們這個團體 挑的標準可能都不一樣 就是他們要的人 不會是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 再徵選一次其實還滿正常的 因為其實這個節目在徵選的時候 他就跟我們說 他希望我們可以 暫時擺脫掉 AKB這個 標籤嗎 就是他 我們在展現自己的才藝 或者是 展現自己的一些個人特色的時候 希望先 讓自己擺脫掉AKB的這個標籤 然後 讓他看到如果 沒有AKB這個 標籤的話 真實的 我們會是什麼樣子 他是 他那時候是想看到 這樣子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人 嗯 不過 因為我們都是AKB的團體 所以 要我們一時之間擺脫那個標籤 也很困難嗎 就是大家還是 表演什麼的 都還是走很日系 然後 都是這樣子的一個感覺 AKB的這樣的一個感覺 對 但畢竟那個是台灣自己的選秀節目 所以 他要找的 不會是 就是只有單一特色的人嗎 你今天沒有去舞台唱跳嗎 沒有喔 今天是Daisy組的 我是Sakura組的 所以是禮拜天 旋陽晚安 蜜蜜的表情超不屑的 我跟你說 我那天 我那天在跟小蕙拍影片的時候 我 好像有人問我說 我有沒有笑唱 但是我完全沒笑唱 雨露是那種 搞笑的時候 絕對不會笑唱的人嗎 對 我搞笑 我真的要搞笑的時候 我是不會笑唱 我專業技能就是 搞笑的時候 絕對不笑唱 我是可以非常認真的搞笑的那種人嗎 絕對不會笑唱 你叫冷面笑將啊 冷面笑將是什麼意思 冷面笑將 櫻桃嗎 晚安 謝謝宣揚的禮物 握手會那天還要拿你的聖誕拼圖給粉絲簽名嗎 我很期待拼圖喔 可是不要啊 太大片我跟他拼很久 哈囉一路晚上好 晚上好 可以一本正經的搞笑嗎 對 對 我搞笑的時候很認真的 我真的拍 我不敢拍了多ㄎㄧㄤ的影片 我都是 我都是拍完之後才會笑 我不會在拍的時候笑嗎 就是像我之前有什麼 我之前有什麼 跟水逆大師 欸不是水逆大師 就是 那個 吉祥話大師嗎 那種超級ㄎㄧㄤ的影片 我都是拍完之後才開始笑 我自己在拍的時候絕對不會笑 謝謝併人新鮮檸檬的禮物 今天播到幾點呢 今天播到六點多 就大概一個小時這樣 不過 那個 小蕙那個影片其實是她的主意嘛 就是小蕙說她要 她要拍的 miniconさん 楽しんでください 現在才下班應該是趕不上 趕不上買現場票進場了 嗯 大概是趕不上 有點來不及的感覺 雨者晚安 謝謝你的禮物 你會跳蠟筆小心的PPY型的舞嗎 不會 那個 正常人跳得出來嗎 哈哈 提醒名酒晚安 那個特色影片變身的動作有到位嗎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小蕙會想出那麼ㄎㄧㄤ的東西嗎 沒有很大片很小片 128片 那還可以 128片OK的 不過那個時候 有說 Bill Flower嗎 Bill Flower覺得被邊緣 因為我們 只有說Sakura跟Daisy槓上 然後沒有講Bill Flower這樣 可是事實上是 沒有人敢跟Bill Flower槓上 Bill Flower太可怕了 跟Bill Flower槓上被打趴的那種 就是有點像 大家都不敢動那個 最上面的 最上面的那個 幫派 然後 底下的那個什麼 各種小小的 小小的勢力在互相爭奪 面面一盡到底嗎 嗯 面面一盡到底 是不是你帶蕙小蕙的 不是 不是 是小蕙出的主意 我只是剛好上了那個船 下不來 為什麼操組很可怕 我不知道欸 大家敢惹操組人嗎 欸 小千你應該懂吧 我們爵哥在 我們爵哥在操組欸 哈囉 誰一看到爵哥之後 敢 敢動爵哥 一根喊毛 哈哈哈哈 會不會 絕哥嚇死吧 他 雖然絕很可愛 絕哥昨天曲藝家了 新花開 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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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假 這CP是怎麼開始的 我怎麼不知道 不是七七嗎 七七 七七就是他們的boss嗎 可愛 一家一家博 一家一直說絕哥娶我 笑 你們就這樣讓絕哥嫁掉了 沒有 你們就這樣讓絕哥娶老婆了 可是你們很 很開心看到這樣的場面 局組就像是 就是一個對手嘛 可以當對手的對象 那個叫什麼 不相上下的那種感覺嗎 想要跟他較勁 我們小弟哭云一片 眼裡剩下情人沒有小弟了 各位小弟們請祝福爵哥 讓他幸福好嗎 一家還在爵面前說愛劫 薄逸來了 午告歡 晚安 吳一凱晚安 原來他們有 他們之間有這樣子的一個修羅場 所以一家到底喜歡 他到底更喜歡爵哥還是更喜歡林姐 雨鳴跟爵哥結婚了 然後還在爵哥面前說愛劫 修羅場啊 他們進展很快 一下子就冷淡期 連外遇都有 絕哥聽到他說愛琳姐眼神變傻嗎 這樣讓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 如果 如果你的對象就是像剛剛講那樣子 比如說 絕哥的對象 一家 然後他說喜歡林姐 那如果你們是絕哥的話 你們會先處理一家還是先處理林姐 就是要有一個處理的先後順序的話 你們會先處理一家還是處理林姐 對 腦缸 處理林姐 肯尼阿德爾森 晚安 這名導特別 處理林姐吧 林姐弄到手 可以 可以 先解決問題目標 你覺得絕哥敢動林姐嗎 不是不是 現在這個問題其實 重點不是那個人是誰 是 比較像是外遇的時候 對象外遇的時候 你會先處理 你的對象喜歡的人 還是會先處理你的對象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 還是你要先把 你的對象喜歡的人 追到手 然後再一起放掉呢 就是 嗯 我要讓林姐喜歡上我 然後再把他甩掉 這樣子 就是這樣就會變成 什麼鄉圖劇 哈哈 不然 不然或者是你可以 你也可以誰都不處理 就祝福他們兩個 這樣子 去吧 我不想管你們了 這樣 兩個偷口 然後推一下側口 哈哈 現在通姦罪罰除罪了 可以告明是賠償 結果林姐和一家對我說 在這段關係中 不被愛的我才是小三 把他們關起來禁錮 我真的不燙 這個併交了這個 哈哈 布丁粉旅罐 晚安 我看過西洋圖劇正公吧 老公的外遇對象 變成自己女友嗎 嗨嗨 嗨嗨 晚安 欸旅罐會來看 SAKURA做的mini concert嗎 那 那語錄會先處理誰 其實這要看我心情欸 語錄會先處理誰 如果是我的話 我覺得 通常我是不會管啊 就放置陪著他們兩個去吧 的那種感覺 但是 我不知道欸 有那個性質的話 就不是這麼一回事 沒有啊 那握手會呢 握手會 欸 看mini con在Uru面前 打瞌睡嗎 不行 我把你叫起來 我可以 你有辦法在mini con打瞌睡 蠻厲害的 Uru看易嘉漢覺得 定情之吻嗎 蛤 有這個東西 真的假的 有這個東西 Ise Osashiburi 你 語錄都會調查 誰去看mini con喔 會啊 會啊 會稍微問一下 對啊 mini con睡著也蠻厲害的欸 欸欸 真的 有哪個粉絲看到你旁邊 如果有很神奇的人 真的有辦法在看mini con的時候睡著 拜託跟我講一下好不好 欸好厲害 裝都裝得出來 如果你在前面嗎 睡著就出名了 欸對啊 我就會拉著其他成員一起看說 欸 他睡著了欸這樣子 哈哈哈哈 你興致起來我怕等等 有人變成佩佩祖手術嗎 在日本真的有看到打燈 不過是因為MC字文聽不懂 喔這個可以理解 演唱會是睡著過 不過mini con沒有嗎 對我來說 就算是看電影睡著 也是蠻神奇的一件事情 就算那個電影很悶 我也不會睡著吧 基本上 欸 所以看公演睡著 其實好像 不是什麼太稀奇的事情 嗨到 嗨到過頭我想睡著了 你興致 等一下我回一下小千那個問題 就是 我覺得我興致起來的話 應該不會 不會到佩佩祖手術那個樣子 那種程度 因為 我不知道欸 這樣 很累啊 因為人是會反抗的東西 但是佩佩祖不會啊 但是人 也有其他 該怎麼講 而且這樣子去弄的話 反而會累到自己 我不會 就算我 興致來了 我也不會用 會累到自己的方式 我頂多就是 讓他們兩個 互相殘殺 但是不會 不會 由自己來動手 你知道嗎 就是這樣 這樣太累了 而且 我覺得如果是我 我很不能原諒那個 對象的話 我很不能原諒那個 外遇的對象的話 我一定不會 用 再去碰他 任何 再去接觸到他嗎 我會覺得很不好 不過我不放到他 不代表還會沒事 這樣子 的感覺 昨晚一家 才一家聞了絕 然後絕居然清回去 好想看喔 好可愛的畫面 這什麼畫面啊 定情之吻 真好 旁邊沒有人啊 不過我旁邊 就算是阿潘在的話 我也不會 對他做這種事情 這也很可怕 互相殘殺在得利 黃雀補償的概念嗎 曾經兩度在棒球場睡場 一次是冬季棒球聯盟 一次是職場比賽 可是棒球場不是 熱鬧的程度比 Mini concert要更 火熱嗎 畢竟是比賽 是兩個隊伍這樣子 在比 不是應該會很緊張嗎 氣氛會很緊張 不知道為什麼 我突然想起來 那個之前 好久好久以前 有去棒球場 跳過餅乾的 回憶 現在要聽什麼呢 嗯 我也覺得感覺 如果是真的冰季 看到滴滴不去碰他 要讓他自己心裡的惡魔 互相殘殺嗎 我當冰時在靶場睡著過 而且應該沒帶耳塞 好厲害喔 音樂會最好睡嗎 音樂會最好睡嗎 我支持的球隊跟阿潘是同一個 看電影 看電影看到一直看的時間 就是超無聊 恩 之前有一部電影阿 叫做什麼 從前有個好萊塢 然後那一部也是 是蠻悶的一部電影 但是那一部我沒有看到睡著 那一部算是我 為了要消磨時間才去看的嘛 但是那一部的劇情節奏還蠻慢的 然後 其實也沒有什麼 也沒有什麼高潮的部分 就是 很平淡的一個電影 所以這一部可能也沒有什麼人看過吧 我覺得 所以這一部可能也沒有什麼人看過吧 我覺得 這部不是大咖集結嗎 尬演技 對啊就是為了看他的 看他的演員 然後去的 不過劇情實在 恩 還好啦 那種感覺 我聽金屬月都會入眠 看棒球直播睡著還是常常發生嗎 我也想看病焦 病焦嗎 欸 病焦 病焦要怎麼 要怎麼表現比較好 雖然大家常常說 我某些發言還蠻病焦的 可是其實我不太知道怎麼弄出來 那種感覺比較好 恩 恩 而且病焦有什麼魅力嗎 對你們來說 病焦不會覺得 讓人家覺得 全身發毛嗎 病焦 病焦什麼魅力啊 好 病焦 貝貝蛭那個拿剪刀超病焦的 我已經看一個恩便了 我的冰胶 我的冰胶是自然流露的 不是演的齁 要演我還真的演不出來 自然流露 因為那種東西都還蠻看心情的啊 就是 當天有 有興致的時候才會 起來 不過 平時不是那個狀態 會很刺激嗎 喜歡刺激的感覺嗎 這個也太ドキメキ了吧 今天的天氣適合併交 今天想切幾個人的時候才會起來 對啊 就是 有那個心情的話就一起玩吧 但是 併交有點快到恐怖情人 不過最可怕的是機器風 我今天是 我今天是視訊女友耶 今天不是 今天不是併交 今天是視訊女友 今天是要跟大家說 握手會的時候 會比 現在可愛100倍的 所以 大家要來握手會的那種感覺嗎 今天不是併交 我跟妳說我真的 我真的有病 我真的在握手會病交的時候 大家去 大家如果去其他人的獵 會不會嚇到 嚇到發抖 欸 我真的真的 在握手會病交 就是 有點太超過的話 大家去其他人的獵就會開始發抖 然後看一下宇瑞有沒有在看他這樣子 哈哈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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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看你各位喜歡 就看你各位喜歡 獵豹的獵捕方式 還是蜘蛛的獵捕方式 不一樣吧 就是不同 不同類型的 獵捕者有 不同類型的獵食方式 要找到自己適合的才有辦法 把獵捕獵物的成功率拉到最高嗎 我自己是比較傾向不費力的類型 不喜歡費力的類型 都不想要 都不想要 沒關係我一個都不會做的 你到底想像過幾次要攻擊別人的企劃呀 倒沒有耶 只是看過很多例子 好像有看過很多例子 所以有自然的記起來 不過我其實沒有特別想要攻擊別人的慾望 並沒有 語錄念力控制修哲嗎 呵 才沒有 修哲是我的 他是我的 眷屬我的護 我的錦衣衛 對 為何我會聽得這麼興奮啊 先不要 哈哈 不過這個 我不知道 有些人很享受那個 恩 如果有人很享受那個被 獵捕的過程的話 算是 雙方互惠吧 就有點像是雙方互惠了 謝謝阿KIA的掌聲鼓勵 今天 不知不覺已經開了 一個小時多了 是不是差不多要關了 今天大家覺得我特別把 特別把鏡頭這樣子拉近有 有開心的感覺 就特別覺得 有在跟我視訊的感覺 露日一下晚安 田中鬥力王晚安 有啊 太好了 我今天那麼近的跟大家聊天 然後大家還在聊並交的話題 不會覺得很可怕嗎 今天的第 今天的第18名是Papi 第17名是幻影戰士 第16名是坤坤 第15名是卡丘 第14名 第14名 14名是Haru-san Haru-san的小心 第14名是Haru-san 第13名是櫻桶 12名是Akira 第11名是阿米 第10名是便能新鮮檸 謝謝你們 接下來今天的第9名是小千 第8名是CSH 第7名是富偉 第6名是信婷 第5名是博弈 第4名是Sakura-san 感謝你們 第11名是Van 接下來今天的前3名 第3名是懸陽 第2名是修哲 第1名是Marthin 第2名是馬爾辛 大家要習慣盯著我的臉喔 今天今天是幫你們 幫你們稍微訓練一下 握手會的時候就要看到真人了 握手會的時候 大家一定要來 太晚了都要關了嗎 對啊 我今天已經開了很久了 你的吊飾到現在都還保護得好好的 要好好保護喔 大家掰掰 訓練一下靜靜與路 是的 今天要一直很近 一直很近 而且我抖音上面也有 我抖音上面也有那個 我今天這個衣服的 比較清楚的影片 大家想要看今天的衣服的話 可以再去回問一下抖音的影片喔 掰掰 在字幕簽字上開啟燈